大家可以看到 像今天这个主题是跟旅游有关系 旅游有关系的话 其实我还蛮推荐各位 可以多使用像Google地图 因为Google地图其实 在蛮多地方都还蛮方便的 因为有人评论 像我的习惯是只要有个地方 我就把它做一些评论 然后照相放上去 那光做这件事情 我已经做了总共我把评论大概800多篇 等于是每个地方都写一篇 有点像简短的邮寄 然后另外的话 相片我传了总共1万多张相片 OK 然后我的相片的观看次数 总共已经2700多万次了 而且你会发现光一个什么 像瑞芳车站 只有90几万个人看过我的相片 然后像一个pizza 你看有40几万个观看过了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Google 他这边我的云端 现在的容量是2TB 其实2TB为什么要这么多 主要是因为Google地图 我在上面贡献很多 所以他免费给我用2TB的空间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最近Google又寄了一封信给我 刚刚我把信件给各位看一下 他传了一封信件给我 他是说 感谢您在2019年的卓越表现 Google地图 他是说您在全球百万的在地想岛 他说令人惊艳的贡献 然后里面的话 里面还要写什么 我看一下 里面的话 他又把我每一次 就是说我今年度 所做的贡献 帮我做 他做个统计 他总共有7401次的贡献数 OK 7000多 等于是一天大概至少贡献了20次 然后评论了这么多 相片传了6000多张 帮忙解答等等 而且我还有传的影片 200多个影片 比如说现在我的习惯 我现在照一个地方 我就把它照相 甚至有点像摄影起来 然后我的等级 因为Google最高等级就第10集 那我现在已经第9集了 分数已经大概8万多分 我们这 OK 然后他说您成为顶尖的在地想岛 因为我在所在的在地想岛前一趴 前一趴就是说我在100个人 至少是前面的 而且我得到几个勋章 什么大师级摄影 大师级摄影师 OK 然后大师级的评论家 不过原创者好像比较差一点 初级而已 OK 不过主要是这两个 因为我喜欢拍个照 然后把它上传 拍个照上传 所以我拍了蛮多照片在上面的 然后已经连续45周都有贡献 然后获得的浏览次数已经达到500多 就是一年度就500多万观看次数 然后他就感谢发了这个信件 然后并且跟我讲说 他可以免费让我使用云端2TB 2TB的话一个月 我记得好像是差300多块吧 我想说布小谷 然后最近又收到一封信件 这个信件的话 他说欢迎我参加2020年的什么 这个Connect Live 这意思是说 他可以让我在这个有资格 然后他说可以去参加加州所办的Google Google园区 然后他说全程的费用 全程费用都有我们买单 意思是说Google买单 所以他骑去这边 他说可以 不然他骑入申请 里面的话就类似像这样 其他的话我的频道有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 习惯上就会在Google上面做一些记录 当然只是说除了你要分享生活 除了说用PPT之外 其实像Google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空间 可以让我们做一些分享 所以假设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Google地图里面 你可以从Google 这边有个Google Google地图里面的话 可以从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你的贡献 你的贡献里面 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你的贡献 我现在第九集 如果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等级 但目前他还没有说有任何的获利机会 不过未来我在想 这应该慢慢他也会像YouTube一样 可以加入一些什么Google Sense 可以有获利的空间 那待会的话我们就接着继续来看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104的旅游项目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主要是因为我们104的这个题目跟旅游关系 所以我再顺便提一下有关Google地图的经营部分